劉卡素的頻道 昨天的劉卡素作客 阿士東維拉 慘吞3比0 這個戰狗 我相信今天這一集都沒有人聽 不過循例都說一下這場球 這場球也是 外美麗 阿士東維拉的領隊 厲害 本來這對球排第16 剛接手的時候 借拉特 搞到差不多要呼吸 現在第六 在過往18場球 贏12場球 真的不是開玩笑 這個成績只是僅次於阿仙奴 和萬聖 這場球 劉卡素是一個比較大的變動 就是朗斯達夫沒有出場 由哥頓 上陣 哥頓記得上場球 這場球 被調離場的時候 發領隊 賀維的老皮 發皮4 聽說要賀維 說15分鐘 都要的 老闆 發老闆的被氣 怎麼可以 昨天的長球都沒有什麼 要講的地方 反正要講的是對家 這個屈堅師真是厲害 入兩球 兼格有兩球 的射門 是被這個撲腿 精彩的撲狗 還有一球 炸烏 還有一球中柱 這個屈堅師 昨天還要來這個 收夫基 英格蘭領隊收夫基 走來這裡觀戰 所以他 入選英格蘭的機會都很高 柳家素 輸了這場球之後 依然都沒有影響 前四的機會 反觀果變相的 這個維拉 贏了這場球之後 已經排到第六 哇 真是 似乎這個 阿士東維拉 你不要說 他入前四都不是沒有機會 柳家素 雖然輸了這場球 希望可以振作 應該 下場球 這場球是主場對二次 看看 三場作客 這麼艱苦 可不可以回到聖詹士公園 這場球對二次 關鍵 一定要拿回三分 贏了二次的話 真是 來界打歐聯的機會 真是高槍入魂 大家記得 支持我 訂閱這個頻道